嗨 大家好 我是Jenny 今天Jenny報告帶大家來到了三義鄉 三義這邊呢 木頭木雕是遠近馳名 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你知道這邊的菜市場 就是菜市場 有一個很厲害的人叫做馬鏡 厲害了吧 馬鏡他在幹什麼呢 現在帶大家去看看囉 嗨 你們好 請問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馬鏡 在哪裡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囉 在那邊是不是 好 謝謝你們 拜拜 聽說就在這個三義菜市場裡面 有一個很厲害的馬鏡 所以我們現在去找囉 這間隱身在這三義鄉 傳統市場內的馬鏡早點 賣的可是傳統的客家麵食 客家版條 麵攤呢是從凌晨五點就開始賣了 賣到十一點多就差不多賣完囉 太晚來的可是會吃不到喔 這裡有許多韜客都是吃他煮的麵長大的 更有一吃就是三代 你好 你們常來吃嗎 是阿 常來吃 來這邊吃多久了 有空就過來吃 有空就過來來吃幾年了 老客戶是不是 是阿 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那這邊的麵好吃嗎 好吃阿 要不要試試看 會 這麼好吃的東西我待會一定會試試看 妹妹也喜歡吃嗎 妳喜歡吃嗎 喜歡 喜歡喔 好可愛的妹妹 她們這裡的麵條Q嗎 Q嗎 Q啊 Q 就是好吃 妳是她的 妳是她的 妳是她的阿婆 看不出來很年輕的阿婆 好那謝謝你們了 謝謝 豬肝豬肉麵好吃 味美的關鍵 就是老闆堅持 採用每天新鮮現煮 溫體豬肉及豬肝 再搭配香氣甚濃的香蔥頭 煮出一碗碗 充滿古早味的麵食 老闆妳好 妳好 妳好妳好 我們這是客家麵食 這在地的客家麵 在地的客家麵食 還有板條 還有板條 好 我剛剛有大概看了一下時間 我們是賣早餐喔 是 我們是 鄉下就是說 是 早餐 一般 吃豆漿那些吃不習慣 都是吃麵 因為按照剛 所以要有利器 所以要吃麵 也是 也是我們三億的特色 三億的特色 我們呢 先來吃我們這個 麵條的部分 我剛剛有聽那個 老闆大概有跟我們說 其實啊 很多 我們在地人 都是吃麵條比較多 對 那外地就是 聞名而來的 很多都會點板條 板條 大部分 大部分 所以呢 我當然要先試試看 我們在地人 喜歡吃的麵條 囉 好不好 好 現在呢 這個麵條 唉唷 看到咩 一般的洋村麵就是兩小片的肉片 可是老闆這邊用的肉 這是 這是 本地的黑豬肉 本地的溫體黑豬肉 對 我們這邊的豬肉差不多四點多就來了 剛好來的時候肉還都還溫溫的這樣 聽到了沒 對 現在講正點喔 我們肉四點多送了 我們五點就開始賣了 五點就要 所以就是新鮮 絕對新鮮 絕對新鮮 賣完 沒有啊 所以要吃 早起的鳥兒有麵吃喔 所以你看每一塊肉都這麼大片 這麼厚喔 而且好幾塊 我現在這一碗呢 是我們的豬肉 跟 豬肝 豬肝 這麼新鮮好吃的肉呢 接下來呢 就是老闆他們燙麵還有燙肉的功夫 有些好的食材 但是不會做的 吃起來就是彩彩的 對不對 就是燙 最主要就是燙 燙 這個燙的技術很重要 你差了兩三秒鐘 煮出來肉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還是有老闆你親自在掌 多次我親自掌 對 我看剛剛這麼多人忙 但是就是你 一直 最主要的這個位置 都是你在掌 是 難怪他很累 好 所以呢 多一秒就不是囉 這個要恰到好處 就吃吃看囉 好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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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看啊 老闆真的很厲害 要把肉肉 就是燙的剛剛好 這個嚼勁 然後軟嫩度 軟Q度 剛剛好 喔 那這個要功夫喔 這個要厲害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 豬肝也是 對不對 那這一般我們找 本肝這樣 本肝 所以我們的是本肝 起來口感會比較好嗎 對 是 不一樣的 就是會不一樣 吃吃看囉 對 本肝 吃起來跟 嗯 我吃過這個豬肝喔 就是 會硬硬的 裡面泡泡 對 對吧 可是它這個粉肝不壞耶 也要煮了 煮也要有機器 當然當然 這個 多一秒就不是了 好 所以就是要恰到好處 對不對 要剛好就照顧 最好吃就是八分熟 八分熟 看到沒 不是你們牛排才有幾分熟 好不好 我們專業的大廚 這個豬肉 這個肝 我們都恰到好處 就是要八分熟 剛剛好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吃麵囉 這個麵 這個麵是油麵 這個麵是我們本地做的麵 本地做的麵 比別的縣市的麵 比較不一樣 我們這邊的麵比較軟 麵比較軟 對 一般你做外面賣的兩麵 它那羹的 羹 羹粉 比較重 這個麵 這個麵是有油麵 還有會比較秋的 我們這邊的麵 就比較軟 粉身就不適 所以別的鐵架不一樣 不一樣 吃起來好順口 因為我們這邊 客人都是長期的顧客 所以我盡量 另外不要有餐雜那些東西 好 我們除了這個肉 有精挑細選 這個麵呢 也重視健康 重點就是這個湯頭了 湯頭我們都是用大骨去熬 大骨如果別的地方拿著 可能是飼料之後 味道很多 我們這邊是土豬肉 黑豬肉的主頭 把它滾起來 湯頭比較多 好香喔 所以你這個油倉也有特別挑選 油倉也是我自己本身在做的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 板條 我們板條旁邊有餛飩 有一些人這樣份量如果不夠 我還是可以再加餛飩 這個量就會更多了 好我們現在來吃我們的餛飩喔 好吃 我們這邊的餛飩皮 別家煮的餛飩皮很爛爛 我們就不會 我們這邊QQ的這樣 皮是Q的喔 一般餛飩皮像這樣子介紹 放了一下 它已經糊掉了 就軟軟了 可是它吃起來是Q的 然後裡面的肉 恰到好處 因為薄嘛 有瘦跟肥 有夠跟肥的 對 配的恰到好處 這有研究過呢 板條也是我們客家 純粹是客家 客家板條 它是有 純粹是米做的 純米 對 全部都純粹做的 對 你看看多健康 後來講他說 我們這邊板條可能比那美濃的還好 還好吃 嗯 如果你喜歡很Q的口感 你要吃這個純粹做的板條 這個又純粹的又不會說像一般有夾粉那些喔 對 對 這Q的剛剛好 對 它就是Q的剛好 它沒有那個麵粉那種 攪的時候沒有麵粉那種感覺 對 但是如果說 你是想要吃比較順口的 你要吃麵條 你知道它這個東西 因為它的油漿太厲害了 所以把整個麵跟湯頭的這個味道啊 把它皮伸上來百分之一 那一般客人 他想要吃兩種 那怎麼辦 我們把麵再板條兩個 混合在 我旁邊有看到這個辣椒 觀眾朋友 你知道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個辣椒嗎 因為它旁邊有一個 然後我就很好奇 我就把它拿起來聞 你知道這個香氣啊 很難用文字去言語 因為辣椒 這個是你特調的對不對 都是我自己本身在調 辣椒我們都用以前的那個 雞心椒小小 雞心椒那個小的 你堅持用那一種嗎 對 還有 我們這 絕對沒有辦法回去 所以我的辣椒一定要濃動冰條 你真的很喜歡老闆這邊呢 有冷凍的 你可以直接帶回去24小時內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囉 謝謝